卡尔标志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咖啡的滤纸 以及咖啡滤纸对制作手冲咖啡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咖啡滤纸它是做手冲咖啡必不可少的耗材 我相信大家对市面上的滤纸的品牌都知道不少 但是对于咖啡滤纸的本身了解的不多 所以说我们今天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聊一聊滤纸 以及视频后面我会分享一些做手冲咖啡的一些技巧 首先咖啡滤纸它是被德国的美丽塔女士发明出来的 美丽塔女士她非常喜欢喝咖啡 而且还挺讲究她在30岁出头的时候 自己每天在家带带小孩子研究研究咖啡 她发现用滤布做咖啡的时候 由于滤布的孔径太小 咖啡的细粉一旦吸附在滤布堵住了之后 过滤的就非常慢容易过脆 喝着就有胶味 但是用咖啡机做出来的咖啡 它又极容易会有一些细粉沉淀的杯子里面 新鲜的朋友你们会发现 平时我们喝异式的咖啡 都是会有一些咖啡的细粉沉淀的 这个属于正常现象 所以她想尝试着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自己就开始捣鼓 她找了一个铜壶 钻了几个小孔 加上一张自己简易做出来的绿纸 做出来的咖啡既干净又好喝 又没有咖啡的沉淀她觉得这是一个商机 喜欢喝咖啡的人肯定会喜欢上这个绿纸的 于是在1908年 梅丽塔女士以她自己的名字创立了 梅丽塔梅乐嘉这个咖啡品牌 那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很有名气的咖啡品牌 咖啡滤纸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是 要有一个合适的孔径以及密度 能让水能够穿过这个咖啡粉层 达到一个萃取的效果 所以呢咖啡滤纸在材质 以及孔径上和厚度上 都要做到比较合适的区间 不然呢 它要么支撑性牢固性不好 要么过滤性不好 达不到好的萃取效果 咖啡滤纸通常会使用木浆 或者是麻 竹纤维等等材质来做成 那从形状上来看 那目前大家市面上见到的 最常见的是这种V60型的锥形的绿纸 当然也有这种梅丽塔的扇形绿纸 搭配梅丽塔的这个绿杯 也有蛋糕杯绿纸 以及Kemex的这种大的绿纸 那每一种绿纸呢 它都适配不同的绿杯 它们也不能通用 那当然也有一些器具有专用的绿纸 例如爱乐鸭 冰滴壶 聪明杯等等 那从颜色上来看呢 有圆木色的 有漂白过后的白色的 我自己个人更习惯使用 漂白后的白色绿纸 因为纸浆味会略微的低一些 接下来呢 我做杯咖啡 我分享一下最近常用的一些冲煮技巧 那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watchgat的这个绿纸 它们家这款是三羊代工的 绿纸的盒子 设计的这个小心思还是不错的 你看这个盒子沿着这个压痕 剪开了之后 就可以打开变成一个绿纸收纳盒 相比同类型的日本进口绿纸的话 它的这个价格会便宜一些 另外呢 它的支撑性也不错 然后呢 质地也比较软 还有它们的这个纸浆的味道也会低一些 如果你们想感受纸浆的味道的话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打开了之后 直接放在鼻子上深吸一口气 那另外一种呢 是把这个绿纸浸湿 放在这个热水里边涮个大概20秒 闻一闻水的味道 那其实呢 会有一丝略微的味道 毕竟是纸嘛 那像watchgat的 它这个的话味道就是轻轻的那种 所以说就热水过滤一遍了之后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绿纸味了 你看如果要是绿纸不浸湿 你这个时候放咖啡粉进去的话 它既有可能会有一边高一边低 这样冲咖啡的话呢 它就有可能会造成萃取不均匀 或者是下水不均匀 所以说如果要去浸湿了之后呢 它其实贴合度更高 然后更好调整更平 那另外就是说上边和下边都会有一个预热的过程 对了 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就是市面上所有的V60的绿纸 所有的品牌都会有这个压痕在这边 所以说当你折了之后冲咖啡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它流下来的时候啊 它会拐弯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技巧啊 沿着这个下边来剪一个边角 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啊 要留一点点边不能完全剪掉 那你会发现在做咖啡的时候过滤的时候啊 它瞬间就不再拐弯了 很顺畅的就流下来了 你看这个时候很明显能看出来 右边它是弯的 它流速就会慢 这个它是直的 它的流速就会快 所以说它是会改变一些流速的 然后呢 我们今天冲一个肯尼亚 然后先来闷蒸 我闷蒸的话就闷蒸20秒 闷蒸大家一定要把所有的咖啡粉全都禁食掉 咖啡豆烘焙的比较浅 所以说建议闷蒸的时间不要太长 因为它二氧化碳本来就比较少 然后我用两段式 第二段的水流的话我会注稍微快一些 你看下来这个水流它是非常直的 其实这个小技巧也是我上一次我去杭州探店的时候 我在这个攀尾的店里边学习到的 后来我发现哇 这简直是这个强迫症患者的福音啊 一用了之后就立马就回不去了 另外就是你会发现我在最开始冲煮的时候 会在这个咖啡粉的中间呀 捅出来一个小凹槽出来 然后去闷蒸 因为通常来说它这个滤杯底部的这个地方 它的咖啡粉粉层比较厚 如果你要是正常的注水的话 可能就是有的地方进不到 所以说呢我就在滤杯中间的粉的这个地方 捅的稍微低一点点 然后在注水的时候 它的这个浸湿的均匀度就会更高一些 另外就是剪掉的下面的一个小角 这个自从知道这个小技巧了之后 我就一直就回不去了 我每次冲咖啡 我觉得哇真的好好用 当然它也会改变一点点流速 我自己测试过 用200毫升水去做这个测试的话 时间会相差两秒左右 所以说它还是会影响一些这个水流穿透的这个速度的 OK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经常做手冬咖啡的 可以尝试一下这些小技巧 如果觉得我们做的不错 可以给我们点个免费的赞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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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